各位玩家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叫做 刀鋒戰技二的遊戲 那這款遊戲目前用這個BS模擬器 跑起來是很順暢而且沒有任何問題 那以為這款遊戲跟暗黑復仇者一樣 需要一個長久掛機的遊戲 那我主要呢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如何去安裝這個遊戲 你今天如果有Google的帳號 你是沒辦法直接安裝這款遊戲 你要先去抓一個QOO的檔案 你可以在 在那個電腦的地方下載QOO 你可以到Google Chrome這個瀏覽器 打QOOAPP 然後點進來之後呢這裡有一個下載 下載APK那檔案蠻小的 那下載的時候他會跟你講說 他會損害你的什麼電腦你不要理他 你直接下載好之後呢 把檔案拉進這一個 地方他就會開始安裝 安裝好就像這個東西 叫QOOAPP的一個入口 他就像是Google Play的韓國區入口網站一樣 那這裡有一個叫刀鋒2 你點進來你就看到這個刀鋒2 他這個遊戲是不所趨的 然後可以直接玩 那其實你如果是喜歡暗黑復仇者的人 或者喜歡HIT的人應該也會蠻喜歡這款遊戲 那我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是不用創腳的 你進來之後就有四個角色 他會幫你全部創好 那因為這個遊戲他沒有連續記 沒有連續記的情況下 你必須透過換角色來 上第二波的技能 那整個介面呢我今天有稍微翻譯一下喔 最主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設定的部分 各位看到這裡有四個頁面 那分別是呢我給各位看那個LINE的 我有翻譯好 就像現在看到這樣子齁 這是推薦配置齁 那你圖形質量你就設定每秒40格就好了 那其他這個都不要去動他 那再來呢附加這個就是通知的部分 基本上通知你可以把它關掉 不用通知齁 然後這個帳號管理這裡比較複雜一點 他要先辦一個這個官方的帳號 然後再綁一個Google Gmail的帳號 他要做兩次動作 然後做這個做綁定齁 你創好之後呢來這邊做綁定 他有兩道手續 那訊息就是大概是這樣子齁 這個東西 那大廳介面呢 大概是像這樣齁 大廳介面就是 這個是關卡 然後這是挑戰 也就是說打瑞德挑戰 打那個挑戰之塔 然後這個地方呢就是那個 PK的部分啦 PK目前的話 還在找尋有沒有真人PK的部分 那再來呢我們回到BS齁 這把它關掉 這個是抽裝備齁 你看抽裝備NPC還蠻可愛的 而且摸他的奶的話也有反應齁 然後這明天可以再抽一次齁 我今天已經抽完了 然後這是商城的部分 商城有這些東西啊 那這是裝備齁 衝裝備的地方 那你衝裝備的地方進來之後 你會直接看到有四個角色可以切換 那一般來講 我第一天玩的心得是 應該是要先練兩隻啦 因為出場的話都是由兩隻為主 所以一般來講建議你一定要練兩隻 那你如果有兩隻的話 你等於就有 六個技能了嘛 因為你換角的時候就有六個技能 所以 那一個人在座車在鎮齁 是一個玩家齁 他就跟我講說 欸為什麼 換CD時間好久喔 不好玩 其實這個遊戲的精髓在於 你要換角去做切換 然後呢這裡就是你的 主頁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翻譯 翻譯大概是這樣子齁 衣櫃 好友 工會 技能 裝備 遺物齁 這個遺物有一點像是 你會慢慢開啟的一些新 角色能力值 有點像是提升角色能力值 然後這個也是提升角色能力值的東西齁 然後大致上是公告 社群活動 休息獎勵 成就 然後這個是每日簽到齁 這個 這個沒有補到齁 再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 可觀看的角色 這是疲勞值 金幣 鑽石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每日簽到齁 剛剛 漏掉了 然後7日簽啊 反正這很像HIT啦 跟HIT超像 然後這是 這個叫做上限獎勵吧 7分鐘 14分鐘 60分鐘 這是簽到獎勵齁 欸 看一下30天送什麼 30天送兩隻的樣子齁 送橘色 紅色武器齁 所以你知道 玩30天你就很強 重點是要每天上來簽齁 那這是成就獎勵齁 然後剛剛有講齁 這是提升能力的地方齁 他這也是提升能力齁 不過他需要這個紫色石頭 去提升 然後呢 這個是遺物齁 遺物就是說 你可以 拿到一些遺物 然後提升能力值 應該是這樣子齁 我猜得沒錯的話 有點像RO裡面那個 那個叫什麼 大煞神杯那種概念 那這是技能齁 技能要去強化 這也是一樣 那會有SP點 那花金幣把它強化起來 有點像修煉所那種概念齁 然後好友齁 他這個活動之間的禮物 這個皮桃子我已經領到滿了 再領下去也不是辦法 這個遊戲好像不用怕皮桃子沒 沒有齁 好像都還蠻夠用的 現在 在 的時間 可能沒辦法打了喔 不能進去了齁 這個應該是真正玩家配對的 四對四齁 我剛剛 進來配不到人 好奇怪喔 沒關係改天再配給各位看 那我們先來玩一下 看這個遊戲的順暢度 這邊都 三顆星了 看一下拿到什麼 好 打一下1-1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過場動畫可以看齁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去change你的角色 第一位或第二位齁 但是我現在要換過 我要登入這隻上來 因為我現在這兩隻比較強齁 你看我戰力1萬跟7千齁 好 只要直接按 這個叫做重複打的 那個 這個叫做重複過關啦 然後按進來 然後就會針對這一關一直做重複的 闖關 我們來看一下順暢度如何 這一個是VS模擬器 然後我的電腦是AMD8核心齁 8350 然後搭配的是760Ti的顯卡 沒有很好的顯卡啦 但是CPU還可以 那我來看一下玩起來多順齁 還蠻不錯的阿這個畫質 欸 我有切40幀嗎 看一下 欸我沒切40幀欸 我要切一下40幀 OK繼續齁 40幀就很順了 哇你看 這不僅是在模擬器方面 也是表現的超好 這畫質真的超棒 然後通關一次好像就沒有動畫了欸 好可惜喔 我本來今天一早起來玩還有動畫 我本來今天一早起來玩還有動畫 看魔王 被秒了 啊這麼快 真是的 然後這個背景還蠻特別的 你可以這樣子拉 你拉的話它會動來動去 蠻新穎的一個設計 來看第二張 第二張我打到2-5 再來打看看 看能不能過 唉唷這邊的疲勞扣3了欸 比較好一點 喔一開始那個疲勞扣超少的 我想說 哇這掛整天都掛不 都沒辦法把它掛完 唉唷自動給它按下去喔 在右上這裡 唉唷 唉唷怎麼不會給我按技能啊 哇每一招都二十幾秒啊 你仔細觀察 唉唷 所以這時候就要按那個換角色喔 這樣子你才能夠有新的技能 所以它是透過換角色去彌補你的二十幾秒 那你如果兩個都換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十幾秒 一個技能十幾秒 它的設計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關的話 打的都是一些植物啊 三招放完 就可以來換角 這是大招喔 刺客的大招 滿帥的 然後這個遊戲的反擊非常棒喔 我剛剛上一支影片 有跟朋友一起討論研究過 它的反擊做得跟英雄之戰一樣好 大家值得來玩 看看看看 唉唷還有二階段Boss 這個就是剛剛好像把一隻 女精靈的頭捏爆了 那我真的要出現這樣 那我出現這個動作 如何我出現 這兩隻可以 好奇怪喔 神經病 所以真的要出現 天我不要死 在這兩隻可以 你看到這個神經病 封正 應該是通關了 錯喔 這一關打得很順利喔 又有新東西了吧 看一下 他好像說什麼2-5過關有什麼 沒有喔 他挑戰之塔做的蠻華麗的 不過目前戰力可能還不夠 我再打下一關好了 2-6喔 他裝備有123456 6個階段喔 唉唷 有動畫 我感覺好lag的動畫 油畫的動畫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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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直接給他略過 你從那麼好的畫質突然看到那種lag的動畫 他就覺得看不太下去了 1-6 1-6 1-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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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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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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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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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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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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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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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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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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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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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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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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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說先到這邊了